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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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平信而论 欢迎收看平信而论 欢迎各位朋友订阅分享我们的频道 我们的萤幕右下方有一个图示 按下去就可以订阅了 请记得打开小铃铛 就可以在影片上架第一时间 获得通知 喜欢这期节目请帮我们按赞 今天 我们两个可能会白讲 黑黑 黑黑得白 就白讲 好啦 今天又来聊一下 汉光演习 将会在7月22日到26日来实施 但是我觉得今年的汉光演习 很不一样 因为我以前 就是我在此之前的汉光演习 我们的感觉就是要照表宣科 只是做个样子 可是今年不一样 取消了教育展示 实战服装不整不成处 而且本岛是实兵不实弹 但是外岛包括马祖金门 跟澎湖是实兵实弹 重点是要去中心化的指挥管制 等于是类似真正的战斗那种感觉 而不是写好剧本让你去填充而已 很棒 没有错 没有错 过去这个演习 其实是破音质 有的时候是演戏 演戏 对 就是写好剧本 你只是照着走而已 给大家看 是 今年这个 我特别要讲一下 就是顾立雄 上台 之前我对他是有点疑虑的 我也是 你也是 文人部长 那时候我就觉得 内阁里面 我是对文人部长 我倒是没有意见 因为文人部长不是只有他 以前有很多个人 我对他就是说 有点怀疑 但是 我也讲过 上台的时候 看他的表现 我觉得表现得蛮好的 前一阵子的一些 发布的一些变革 再加上这一次 这一次是 但是 这个跟过完的演习 有一个很 有很大的不同 不是一点点 很大的不同 那这个 而且这些转变是很好的 很好的 很实际 很实在 你刚刚讲的 特别是这个去中心化 就是说 换句话讲 就是说 他的重点是让这些 在前线的部队 他能够自己决定 在什么情况下 我要做什么反应 没错 而且这不是说 每一个给他的使令是一样的 每一种部队 他碰到状况 可能会不太一样 对 在什么情况下 你要做出什么反应 这个是正确的 嗯 因为战场 瞬息万变 有一句话 很有名的 我记得 应该是美国 很有名的二战的时候 巴顿将军讲过的 他说只要战争一开打 对 所有的作战计划都作废了 没错 这句话意思就很清楚 你打下去之后 你临场的状况 可能很多时候是你想不到的 没错 所以你要 灵机要应变 那这些灵机应变的 都是第一线的部队 嗯 他 很可能根本就 也没有时间要请示 嗯 这个怎么做 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说 万一已经被斩首了 这个可能性不是不存在 真的 这个过去的经验 我们都有看到过 嗯 最有名的例子 就是823炮战 是是是 823炮战 虽然在之前 其实那个时候的余大为 那个时候的国防部长 余大为身材很矮 他只有158公分 他个是这样 哇哦 是台湾的拿破仑 拿破仑 对对对 他在 在那个 呃 就是当年的8月 哦 823炮战 是是是 他就讲了 他就提醒了 说是 最近这个 呃 共军会 可能会发动攻势 哦 对 又果然不错 823就突然打起来了 嗯嗯 因为这个炮战 啊 是 可以突袭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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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无预警的平常会就开始打了 没错 但是如果说是要登陆啊什么 你可以大致看到一个迹象 对 是 突然打下 打开车 开打了 结果一打 就打到指挥部 嗯 嗯 据我知道就是 呃 军防部的司令 嗯 胡莲 胡莲 对 还有 参谋长 刘明奎 这个等于是 金防部最大的两个人 头头 最大的两个人 对 一个军阵一个军令 对 啊 两个都受伤 余大为本人也受伤了 对 也受伤了 是 那在那个时候通讯也中断 嗯 确实是也中断 嗯 结果就有一个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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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跟他讲 嗯 还跟他讲我很担心 我们到底有没有回去 嗯 因为那时候炮声 炮声隆隆 你根本不知道是谁打的 不晓得谁打的 对 啊 这是一个例子 是 第二个例子就是古灵头 古灵头是明国38年 是 古灵头那个战役 就是古灵头的战役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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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过名其妙 就就发现有人入侵 因为他太近了 哦 对 你去过金门嘛 对对对对 他真的很近 你眼睛可以看到对岸 看得到对面 太近了 是 那 那天晚上 是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单位 嗯 他的这个查哨官 是 查哨兵吧 嗯 不小心误触地雷 触到我们这边的地雷 是 地雷当然是我们这边放的 对对对对 也要蹦了一声 哇大家以为是 你们是打来了 中共打来了 中共打来了 赶快进入阵地 然后打开一个探道针 他用探照针在海上 一照 果然打来了 一堆船来了 一堆敌居 本来还不知道的 对 所以这个马上就要应变了 嗯 第二个就是说 还有一个巧合 就是有一个战车 是 故障 66号战车 故障 故障的时候 正好故障的时候 他那个车头是朝的 朝到内陆的 内陆对 结果他的炮塔 反而是朝外了 嗯 在这种情况下 那有一个炮手 姓熊的是吧 对 熊震球 这名字好酷喔 熊震球 熊震球 熊球嘛 那个炮弹圆圆的 熊震球 他就装那个炮弹 砰就打出去了 对 而且他也 而且装了这个 穿甲弹 对 穿甲弹 打过去 正好打中那个地方 那个有一艘 应该算是指挥船 比较大型的 结果引起火 嗯 他一看 哇原来来的这么多 一堆船 这个都是 都是例子 对 他立刻决定 因为他 他那个车子坏了 停在那边 当然还没有 没有经过这个 呃 长官的这个 命令 嗯 所以这就是 呃 林郑啊 嗯 在最前线的职业部队怎么反应 这是很重要的 没错 其实俄乌战争也是这样子 嗯 俄乌战争 呃 俄罗斯开打的时候 对不对 他就是大部队 哦 他们想象中 可能也是想成像二战的时候 这种坦克大决战 大军 对 结果后来不是 嗯 他那个坦克大军进来之后 碰到这些都是小队伍 对 不要枪飞弹啊 这些小的 这些小队伍 都是自主作战的 嗯 嗯 没错 所以现代的战争啊 这一方面其实很重要 嗯 而且是 而且这个是完全 也不只是现代了 过去也应该是这样 嗯 要符合实际 是 因为战场的情况 最前线的人 他们最清楚 对 对 指挥的部分 可能还不见得清楚 对 他要回报他才清楚 是 万一回报的这个管道断的话 怎么办 嗯 对 任何战争都是这样子 都希望把你的指挥系统打断 是 这个是肯定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要授权给这些作战的部队 那怎么应对 以有权力自己做决定 嗯 这个 这是 韩光演习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而且这个方向是绝对正确的 对 而且因为他们 这一次的这个演习 就是真的就是模拟战争 就是你真的遇到战争的时候 你要怎么做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在营外面 就真的是 真实的世界里面做这个 做这些可能要进去什么巷弄啊 或是在海滩啊 做一些什么 对抗或什么的 所以 过程一定会有一些 无法预期的东西 那当然一定会遇到什么 装备故障啊 或者是什么 动作 这战斗动作不纯熟 或者是你遇到一个 比如说你要开战车 你可能不太会开 或者你遇到一个 你要用一个新的一个武器 你不太会用 所以中间都会发生很多问题 那当然也要 你一定要这种实战经验嘛 你才能累积 你才会纯熟 对不对 熟才能生巧嘛 你以后遇到真的遇到作战的时候 你才知道怎么处理 所以这个方向真的很正确 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他特别强调了 因为这个作战的时候 这些演习的部队 有很多大的情况下 实际上 露宿 露宿外面 在野外 露宿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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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怎麼樣 被人在拍下來的績效 或者是車子冒黑煙 也被人在拍下來的績效 那國防部這次就講 像剛才講的服裝不整的情況 移動不整的情況 他不罰 不會罰 因為他預料到可能會有人排上網 一定會有一些酸民 卻有一些人真的很無聊 就像之前不是有什麼大火 然後可能有一些什麼警察或者是消防隊員 累了在路邊就睡覺 既然有人拍下來笑說怎麼可以這樣子 破壞軍榮 破壞警察 破壞市榮什麼的 我想說 幹嘛真的不要這樣 大家都很辛苦在工作 那當然軍人他們在保衛國家 尤其是這種演習真的很重要 之前的演習 我真的是 竟然還放罐頭音響 應該要發炮聲什麼的 是罐頭聲 我想說作假也不要作假成這樣 太誇張了 對不對 所以這一次可以有這種實戰演習 我覺得真的很好 我覺得我們人民真的要支持國軍 因為這些國軍弟兄在演習 其實也是在付出他們的性命 因為很多意外你可能也很難預估或什麼的 可是他們這麼認真 這麼努力的在保衛國家 我覺得我們都應該支持他們 當然應該 當然應該 我自己的經驗 我當兵的時候是當外資宣兵 派在新加坡部隊裡面 我有一次帶著部隊 就從恆春演習完 要帶回抖六 抖蘭 那在台南的新四路橋就出事了 因為他們都是連夜開車 連夜開車 晚上開車很累 很困 結果從新四路橋掉下去 有好幾輛車掉下去 翻下去 然後火燒起來 燒死好幾個人 這些情況都是可能發生的 對不對 那有些宣民可能會講說 哇 這些軍隊這麼爛 對不對 這個開個車都不行 這個是不對的 國防部所以特別打預防針 就像這類的情況 是會出現的 希望大家不要好像在這邊吹毛求疾 對對對 去績笑啊 批評啊 然後那個移動不整 他已經講說不罰 這個做法都是對的 沒錯 你也要讓官兵覺得他可以放手一搏 不能這樣綁手綁腳 我怕別人看 那我就不要這樣 也不行 因為真正打仗的時候 已經豁出去了 我還管你什麼移動整不整 沒有在管這種事情 不過最近有一個好消息 現在不只是什麼國見國照 連我們那個戰車都國照 最近有一個叫做 獵豹輪行戰車要亮相 最近有發出幾個照片 即將要亮相 我看還蠻感動的 就是覺得 聽他的想法 好像很厲害 他好像覺得說是 造戰車比造潛艦還容易 很難 都很難 都很難 他的想法 我剛剛講錯了 感覺好像戰車是很高級 很難造 其實戰車很好造 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說 真的就是任何武器 我們自己可以自主研發 自主製造的都出來了 最新的獵豹輪行戰車 是105公里的輪行戰車 對 這個很好 就是說這種武器裝備 最好是我們都自己輪造 真的 這樣子才不會受制於人 對 所以我覺得很棒 就是看到自己國家 在這個防衛自己的狀況下 可以越來越好 越來越紮實 真的非常棒 對 因為最近又有一個消息 我看了真的是 我想說 哇 中共真的是沒有再客氣 它現在不只是就是 就是軟硬兼施 對不對 硬的每天給你共機共軍 然後演習 軟的 現在最近有一個消息 說它好像是有一個 某家台灣的某一個電視台 做了一個政論節目 是由新華社的記者 盯場 你們講什麼題目 就是我來決定 然後你們要講什麼方向 也是我決定 而且錄影的時候 他會覺得他會看 這個來賓有沒有按照我的方式講 沒有的話我就跟他溝通 你就下次要這樣講 你如果不這樣講 你下次就沒有了 所以這個消息出來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真的是中共沒有在 怎麼沒有在那個放手的 就是它那個越來越緊 對 伸手越來越伸越長 伸到我們媒體來了 對啊 雖然這個消息到目前 還沒有完全證實 但是不會是空穴來風 而且這個人 人的名字也出來了 是 是這個訓華社的記者 趙博 剛剛差點講成趙傳了 那個歌星 歌星他唱歌很好聽 他現在也到大陸去了 對對對 會不會就是他 對 莫非 總之他 不過他已經離開了 他在新聞出來之前 他早就已經離開台灣了 所以他離開了 然後派另外一個人來 對對對 如果真的有這回事 我是完全不會意外 因為 根據我自己的經驗 中國的這些新聞媒體 特別是高層的人 很多人根本本身就是官員 是 我那聽你講我還嚇到 他說怎麼會有這回事 你看我們台灣 哪有人在高層是官員的 對不對 都是要退出這些東西的 黨政軍都要退出的 對 我在紐約做記者的時候 我有一條路線是跑聯合國 那時候跟這個 中國駐聯合國的這個 人民日報駐聯合國的 首席記者也蠻熟的 後來他掉回去了 我記得我們還一起吃了飯 掉回去了請他吃了飯 回去之後他就恢復他的身份 原來是國安部的官員 對 這個我不意外 我不意外 而且好像早期台灣也是這樣對不對 台灣也是啦 也是啦 我那個時候 1983年 83年 84年的時候 我在美國的中國時報 那我們編輯部裡面 有一個編輯 資深的編輯 我的印象裡面就是 他每天就是 泡在那邊 一個茶在那邊喝看報紙 無所事事就對了 但是他就坐在那裡 你不知道他在幹嘛 我知道他是編輯台上蠻重要的人 因為我太小了 因為我最早在中國時報 我是送報紙 你是個送報生而已 我一直到最後才進了編輯部 而且只進了一個禮拜 中國時報就關門了 但是我知道他 並不是我在編輯部的時候 我送報紙的時候我就知道他 因為編輯台的人 我們大概也都知道 對 知道是誰 而且高層的人沒有幾個 所以我名字也知道 但我現在不方便透露啦 那後來中國時報關門之後 他就跟我剛才講那個 人民日報的記者一樣 恢復他原來的職務啦 我是文工會的總幹事 不過他是黨 他是屬於黨不是政府 那個時候黨國不分 那個時候 對 那個時候黨就是國家 政府一樣 那個年代黨國不分 你想想看1984年 是40年前 真的 那個時候是黨國不分的 而且我那時候想 因為我後來才知道 就是你那時候有講過說 就是美國的中國時報的營運資金 是要由國民黨的某一個人簽署 資金才能夠匯出去 文工會 對 我那時候在想說 為什麼難道 難道中國時報是國民黨的嗎 不是 不是 那個時候這些海外報紙的經費 都要經過他們同意才能夠 對不對 所以那個時候是真的 就是黨是掌握了所有的這一些 不管是媒體啦 報紙啦 都要掌握還在他手上 對 所以真的啦 現在我們有這麼民主的這個 這個史時代 這個黨政軍不可以進入媒體 然後我們人民有這些 言論的自由 媒體有媒體的自由 我們真的是要好好的珍惜 不然就會像以前一樣了對不對 人就是坐在那裡跟你作證對不對 然後現在更那個 那個就是 中國我覺得因為他是規權體制 他本來就是黨領導 所以他們的新華社根本就不是報紙 他們的新華社就是黨的直營 直營店啦 等於黨的直營店 他要執行的是黨藝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有這麼好的 這種民主的這種制度 我們真的要好好珍惜 千萬不要 哪天就真的變成了 中國共產黨的 黨營的這個 這個報紙或什麼 或者是國家 我覺得這樣也真的是不行 對 好啦 今天就來到這裡 謝謝各位收看 各位如果喜歡我們節目 歡迎訂閱頻道 按讚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在影片上架 第一時間獲得通知 那喜歡這一集 記得按讚 也要回顧過去的影片 謝謝 我們下次再會 拜拜 拜拜 再營